大家好,我是小弟同学 今天我们来演示一下 如何确定我们自己的网络环境 是属于哪一类的 也就是上面这四种情况 有公网V4的 没公网V6的 没有公网V4有公网V6的 然后两个都没有的和两个都有的 一般是这几种情况 对于V4地址来说 它有内网和公网之说 对于V6地址来说 通常它不会不给你公网的V6的 所以我们就不考虑内网V6的情况 有的话一般都是公网的V6 所以组合起来就四种情况 然后如果是移动宽带的话 V4是不可能要的到的 所以都是没有V4地址的 我们就考虑它有没有公网的V6地址 然后连通和电信 它上面这四种情况都可能是有的 然后V6的话看情况 有的地区给有的地区不给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打个电话 他们一般都会给 V4的话要看情况 有的很好要 有的就不好要 那我这边是有两个网络的环境 一个是河南连通 一个是江苏移动 我现在是在江苏 然后我是要连接到家里面的环境 大家可以先猜一下 我这两个环境是属于上面这四种的哪一种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演示一下 在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网络环境是上面这四种的哪一种的情况下 我们如何来确定 那首先以这个河南连通来演示一下 我现在是在江苏 我想让我现在这个环境就完全是河南连通那个环境 我先把这个隧道给打开 连接上 好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是刚才的 我是南京 南京的这边 IP现在再刷新一下 好已经是河南的河南的这个连通了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V6地址 V6地址呢是很好确定的 你上这个现在这个网址 ipv6-test.com 访问之后呢 它会自动侦测你这个网络环境 如果你的地址是有IPv6的话呢 就有下面这一块 然后这个地址呢就是你的IPv6地址 IPv6地址呢内网的话是F开头的 公网的话呢在中国一般是2409 或者2408开头的 如果是数字开头 那这个就是公网IPv6 或者呢是这个网站 这个test.ipv6 这个网站呢我这边现在访问不了 如果你可以访问得了的话 它会测试实相 就会测试出来你是否有IPv6地址 或者呢是你用这个网站 这个是东美大学网络测速 它这边有IPv4,IPv6 你点一下开始 这个当前地址就是你的IPv6地址 你有的话这就是说明 你有这个IPv6地址 没有的话呢就是没有 除了这三个方法之外呢 这个是直直演示的 你可以随意去访问一个IPv6的网站 如果你访问的时候呢 它没显示404 也没显示其他的报处 显示的是那个低音SOE解析啊 或者是502,503什么的错误 那基本就是你没有IPv6 所以你上面去这个网站 然后IPv6呢 它是不需要额外设置的 只要运营商给你了 那你的光猫什么 你不需要去额外设置 只要你路由器它支持这个IPv6 并且你到路由器后台打开了这个IPv6 你的设备一般都是可以获取到 直接就是连的公网 这个前提是这个路由器支持啊 如果路由器不支持 那也没办法了 那我这边的这个路由器呢 是这个外快轮路由 它这个IPv6设置呢 是在这个网络设置里面 然后下面有个IPv6 把这边给它启用就可以了 它就获取到这个IPv6地址了 然后这个FE80 这个FE开头的 这个是本地的内网IPv6地址 2C的这个就都是公网的 开启之后呢 你这个设备呢 它的地址呢 就可以在这里去自动分配了 如果是其他路由器的话 就是品牌路由器 它一般是会给你一个开关 你点一下就行了 那像这个老毛的这个路由系统的话 它的IPv6的开关呢 是在这个外网里面 一般都是在外网里面 点击外网 然后里面有这个Fv6协议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 这个DHCPv6就行 然后下面这两个都随意 然后这个要选one 然后这个获取地址 这个无状态和有状态 就看你自己情况 然后DNS服务器呢 可以自动可以手动 然后DHCP分配 然后应用就可以了 这个配置还稍微复杂一点 如果是品牌路由器的话 是更加简单的 一般是就只有一个开关 还有一个分配模式 好 那现在我这个环境呢 第一个就是去 IPv6呢 就是确定了 是公网IPv6 然后我们再开下这个IPv4 IPv4地址呢 我们要到这个路由器里面去 我现在这个路由器呢 是软路由 找到这个腕口的设置 就是腕口 然后可以看到腕口的这个IP 是这个IP 然后呢 我们再去这个百度 去百度一下 百度它识别出来的IP 它识别出来的IP呢 跟我们路由器里面 这个IP是一样的 说明我们这个IP 就是公网IP 并且直接可以 在路由器里面 试着去使用 如果你不是这个路由器呢 比如说是小米啊 什么TP-Link啊 你到他们的后台 去找到这个腕口 看一下那个IP 是否跟你百度到的是一样的 一样的话呢 就是也可以用 然后如果你的路由器里面的腕口IP呢 是192.19 192.168.11点 什么这样的IP的话 那说明你的路由器的IP呢 是通过上级的光猫 自动获取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要去光猫去看这个腕口IP 然后光猫里面的腕口IP 如果跟你百度到的是一样的话 那说明你是共网IP 但是你如果要用的话 你还需要把手动或者是自动 把这个光猫的拨号 给它转移到路由器上 也就是桥接 那如果光猫里面的腕口IP呢 也是192.168这种情况 那说明你的光猫呢 不是拨号 是自动获取 就是从运营商的上级路由自动获取的 那这个时候呢 相当于你家的网络呢 就是分配了两次 就是这个网络环境就很不好 属于特别不好的一种网络 那这个时候呢 就要去找这个运营商了 这个时候就是没有公网IPV4 就是纯内网的IPV4 那大家看到 我这个IP跟路由器是一样的 所以我这个环境呢 现在已经确定了 就是属于最好的这种 有公网V4 也有公网V6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江苏移动 是什么样的环境 我们把这个隧道先断开 好 百度以下 好 现在已经是回来了 是江苏移动 我们记下这个IP是22365 这个IP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现在这个路由 是16.16 16.1 好 这个是我现在江苏移动的 这边这个路由器 这个是红米的2100 然后刷成了这个老毛子系统 老毛子系统呢 万口IP呢 是在这里看的 你点击这个地球 也就是这个连接情况 这边可以直接看到 IPv4的1地址 然后IPv6的1地址 IPv6的地址呢 是2406开头了 说明它是一个公网的IPv6地址 然后IPv4地址呢 这是100开头的 跟我们百度到的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说明这个不是一个公网的IPv4地址 所以呢 这个环境也已经确定了 就是属于这个第二种 没有公网V4 有公网V6 好 那这个查看我们这个网络情况的这个方法 基本就是这样 IPv6呢 直接到网站去测试就行了 IPv4的话呢 把百度出来的IP和路由器 后台看到的OneIP对比一下 一样的话就是公网 不一样的话就是内网 好 那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小雷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